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是下跌了接近1.5% 目前报价是57美金 昨天澳洲股市上涨幅度最大的是APX 涨幅13.38% 报价是26.3% 那么今天早上在新西兰股票开盘之后 A2奶粉股价大幅上涨18% 开盘暴涨 相信今天在澳洲A2奶粉股价也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那么在长期看的话 股票市场最近是一直在创新高 尤其是美国方面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未来长期的或者是短期的一个情况里面 了解到自己的股票或者行业能够是上涨多少 因为目前大家都知道经济形势不是那么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放在全球的一个宏观视野里面 我们是需要看到的是 大家是需要一个新的火车头来作为经济引擎 那么在过去呢 是最早是欧洲 那么之后呢 是衍生到了美国 那么最近二三十年呢 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火车头 带动着全球的一个经济复苏或者是增长 甚至是股价的一个大幅提升 但是呢 在今年三季度 我们中国刚刚公布的一个GDP数据显示呢 目前增速呢 只是能够刚刚维持在6% 那么在明年或者是2021年 那么这个增速呢 有可能会下调 所以呢 在过去两位数增长 或者是保八保七的时代呢 已经是过去了 而在过去十年 全球经济复苏 还有一个关键呢 主要的动能就是负债 各国政府呢 在07年 08年经济危机 次贷危机之后呢 大举借贷 包括是QE 量化宽松 购买资产价格 那么这些导致了目前呢 在未来两到三年呢 全球市场 尤其是银行业 或者是政府都要进行一个还债 包括中国4万亿发布之后呢 是政府搞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中长期的一些民生投资 收回成本或者是偿还债务 这个周期呢 就会变得比较长 那么在全球范围 77亿人口来计算的话 平均每个人的负债呢 大概是32500美元 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一个负债情况 是否是拉低了平均值 那么在产业结构上来讲的话 三大产业 传统的制造业 房地产建筑这些行业呢 在未来依旧是面临一个阵痛的转型 高速发展或者高速扩张的可能性已经是不再存在了 因为呢 这些属于刚需性的 像过去十年房地产属于刚需的一个释放 集中释放在未来呢 很难 因为呢 大家基本上该有房的都有了 或者中产阶级4亿中国消费的这个中产阶层 目前人数也基本上饱和了 但是呢 新的中产阶层还没有出现 那么澳洲2000万的一个消费群体来讲的话 大家呢 在过去的5到10年的时间里面 基本上也都已经饱和了 如果没有新的外来人口 那么澳洲本地很难支撑一个较大的消费力 所以呢 我们在看到 最近支持我们这个观点呢 就是万达集团 万达呢 最近频频爆出负债过多 然后编卖资产 那么富力集团呢 是收购了万达 王健林旗下的76家酒店 原来报价呢 是335亿人民币 目前呢 是用了不到200亿就收购了 接近是打了6折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大吐血大甩卖 也是王健林说到 百年难得一遇 我以这么便宜的价格把酒店就卖掉了 但是呢 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处境就是 现金流充足的企业 未来呢 会继续扩张和收购 但是现金流不足 负债较高的企业 未来会面临极大的一个困境 在股市上也是这样的 那么石油方面的中东地区 伊朗现在国内爆发了一些 一系列的游行示威活动 那么这个呢 是否会对我们的油价产生影响呢 目前看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因为伊朗的石油呢 目前已经是不再进入市场自由流动的一个 估价体系里面 那么在过去呢 美国刚刚开始制裁伊朗的时候呢 全民上下万中一新 所以呢 有一句话说的好 不要轻易试探人性的底线 那么目前呢 在一段时间的制裁之后 国内物价飞涨 那么石油呢 也是没有办法大量的出口 导致了伊朗的外汇储备不足 有点像当年的苏联啊 重工业发达的时候呢 轻工业进口或者粮食进口 主要是靠卖出石油 导致的大量的外汇储备 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购买 进而转为内销或者是补贴国内生产 那么在制裁大半年的时间之后呢 伊朗的外汇储备不够了 没有钱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只能是全国老百姓 勒紧裤腰带 但是呢 很明显啊 伊朗的群众没有中国当年的 中国群众那么的给力 大家当年是杂光卖铁 要搞两单一星 所以说呢 那个时候 中国的这个也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呢 放在现在伊朗人民呢 就已经无法再吃苦了 因此呢 国内开始频频的游行 这个有点像中国古代 为而不公的一个战略 美国人民对伊朗制裁呢 其实做的就是为而不公 让伊朗目前内部的经济 出现问题之后 大量的游行啊 政局不稳定 就一一表现出来 所以呢 整个我们看到的中东地区的形势 在未来呢 依旧不会得到一个 非常明显的乐观的情绪 那么目前沙特啊 美在美国或者是在 上市的一些信号 已经是公布出来之后呢 那么这一点有可能会对 油价造成一个长久的影响 因为原来一级市场啊 我们就是产业二级市场 就是油价 那么二级市场之后呢 还会有沙特阿美 作为一个股票 股价进而反方向影响 石油价格的波动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想要报名参加 我们11月24日 在墨尔本格德威伯雷 能挖跳酒店举办的大型活动 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 戴若顾比先生金融教父 大家想要报名 戴若顾比的讲座可以 拨打电话 03-8658-0603 感谢大家